全球旅遊業受疫情重挫 航空公司沒旅客可在 只好拼轉型 靠載貨殺出新鴻海 化危機為轉機 乘客座位 行李箱 全部改塞貨物 或乾脆來場DIY 把座椅通通拆掉 貨物再好再滿 疫情高峰時 美國航空更是26年來 首度推出純貨機航班 純貨機有多賺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統計 2016年貨運只佔航空業 整體營收11.4% 2021年飆到驚人的40.3% 因為飛機送貨 比海運更有彈性 也更能滿足客製化需求 像是食物或疫苗 肉毒感菌等藥品 航空公司推出特製冰櫃 溫度區間 任君挑選 除此之外 更是什麼都在 什麼都不奇怪 從貓咪小狗到活鯊魚 大猩猩 航運都能精準 滿足需求 再到一台奢華超跑的營收 搞不好直接超車一整個貨櫃 雖然目前空運只佔了全球貨物量的1% 但這1%卻佔了貨物總價值35% 相當於每年6兆美元 電商的急速成長更成了一大助攻 美國電商年銷售額2020年大漲43% 2021年再漲14% 專家預估未來成長只會多不會少 而這可能不會回復 因為我們都會學習 不同的方法 新冠疫情不只讓海運業者業績大翻紅 航空業者適時轉型 同樣機犬升天 業者看好未來前景 要繼續搶攻全球物流大餅 新新聞綜合不老